大家可以想到CPI2月的数据还未反映到最近油价丶秋高的影响 应该未发现顶 如何看待数据对于下星期美国联赦会议息 大家当然关注第一次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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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是如何 还有什么提醒呢? 当然昨晚的美股当然是以来最主要有几个东西 一来本来是昨晚7.00-8.00的时间 当时欧阳行的讯息也有点影响 因为它的说法比原本的市场员期似乎有减少 维持三季已经结束扣债计划等等 所以本来是令市场有点影响 联带完之后公布了美国的CPI数据 本身虽然市场也预算是很高的 通常也没有预讯会低的 但结果的确仍然比原本的市场员再升得多一些 我同意你从几个角度来看 一来就算这次的数据 因为CPI当然当中也包含能源加价、油等 有时扣除了也好看实际的工厂 扣除了也好这次也是比原本的市场员高 而且比上市场仍然在升上来 也发现当时的通胀情况是挺显著的 而连戴曼美国的数据还未完全反映 或是被反映得多 可能UOR引起的因素 比如UOR的战士 影响了滑球性的风影链 可能一些粮食、商品、原材料等的价格 甚至乎有 更加是因为UOR因素这次扯得不够 我相信这些因素还未反映在这次通胀数据内 所以的确是有机会之后 可能下距的CPI或是储局看的PC也好 也可能继续有上升的空间也不出奇 所以的确令昨晚美股下跌的其中一个因素 因为始终反过来说 当然如果说通胀高 可能很简单理解 就是储局可能会加息通胀 做到通胀 其实这个市场本身也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这一刻是否继续应加息 就让市场害怕 我觉得又未完全是 反而有点可能是因为 怕着储局的定位是如何都不知道 因为其实最主要一点是如果这么高通胀 简单理解释当然可以了 但始终大家也知道是储局 我想经过了这几年 其实慢慢大家都预认了 没有做独立性 或者没有一个 只是看个别指标的因素 因为以往加不加息 或者是收不收水 可能都是看通胀和就业 其实这两个指标 就完全是要储局做事的 但问题是整个美股有这么振党 我唯有这么乱 变相之前把位移出来说的 都已经说了可能3月份没错 这次是会加息的 但现在是25点 其实都已经比原本预期 觉得有些加50点来说 是缩较一点 所以其实都已经令到 在这种影响之下 我觉得这一对储局 整个后市对加息的 动作或看法 未必太明朗 其实市场最不喜欢不明朗 就算是好婴 或是数到加7、4、8次 也好 起码是清晰一点 但现在完全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你先看着 例如下星期回来 究竟厨局 可能第一次加息之后 究竟对往后的加息流行 有很多的提示 希望它有 虽然我相信它也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泰国名确又太难搞的 因为你知道他们很少学 因为如果有什么 大家可以回到他 他们最喜欢两边都说一些 但我想现在的情况 就是任何条位 就是一来通常这么高 好像表面上的不加不行 但另一边 其实经济跟障有过慢劲 如果加得太厉害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有一个 可能滞胀风险或衰退的国情 所以这个是有点比较尴尬的地方 我想一来看着下星期 究竟可能是 议息会议之后 有没有多清晰的方向 而希望战事能够快点解决 如果快点解决 变成短期性 处局之后就可以正常化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事实反而是好一点点 我想暂时来计算 都是这样看的